然后存了一千万进去 发现我的存款不见了 女子一千三百一十万巨款存入银行 取钱时却遭到银行拒绝 银行经理嚣张表示 你钱太多了 我帮你花完了 大连的于女士 最近遇见了一件糟心事 这几年辛辛苦苦在外打拼 终于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靠着养殖海鲜赚了很多钱 之后又转行做起了服装批发 每天没日没夜的心情工作 终于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钱万 这可是她兢兢业业挣的血汗钱呢 为了安全起见 于女士便把这一千三百一十万 存到了当地的银行 图完钱后就想着回家坐等吃利息了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发生了 几年后于女士想和朋友合伙投资 在一切商量就绪后 于女士便拿着银行卡 来到银行柜台准备把钱取出来 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于女士 脸上就洋溢出了幸福的微笑 在得知于女士是来取钱时 桂圆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立即向于女士解释道 由于取钱的数额过大 银行内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 并且大额取款需要向上级报备 可能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 于女士早就料到桂圆会这么说 直接把银行经理的名片 递给了工作人员 并表示到达银行前 已经打过招呼了 之后桂圆联系到了孙经理 让他来接待于女士 中文字幕提供